中国空间站,最近这些新的发展,日前也提过了 我们的长征5号火箭就运载了梦天实验舱上太空 接着梦天实验舱就在太空轨道运行了一段短时间之后 就去到我们的中国空间站 中国空间站现在已经有天和核心舱 还有这个是梦天实验舱接合了 另外也跟神舟14号的航天员的飞船接合了 这三个组合之后再加上 现在最新的梦天实验舱 整个中国空间站的组合可以说是初步完成一个T型组合 这个也是我们中国航天的发展一个很大的一个里程碑 那我先看看图片 看到了 那么T型的组合 那就是T型这个T字 刚才我所说的三个仓 天和核心仓最早去的 接着就是文天实验室 那现在就梦天 三个仓仓合组了 这个T型 那下面这个就是神舟14号的太空船 那就接上了我们的寒天员飞上去 那么接合了 那么寒天员上了接合了之后呢 寒天员其实都在天和核心仓呢 还有那个寒天实验室是一直在做工作的了 那么我们的神舟14号的寒天员呢 就预计是逗留了大概半年 大概逗留了半年之后呢 就由神舟15号的寒天员去接手 那么现在这次加上这个梦天实验舱呢 就可以说把那个实验的种类就更加多元化了 那么你也看到这个中国空间站呢 外形很漂亮啦 还有我们看到很多太阳能的板 接收太阳能啦 那么当然是提供那个电源啦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刚刚看到的最新的成果 那么就好了 那么还有什么新发展呢 就看到了 下一幅图就看到了 我们看到神舟14号的寒天员呢 就由刚才下面那个位置呢 进入了最新的这个 接合的梦天实验舱 那么进入了之后呢 也都是把那个视像呢 和画面是现场直播呢 在通过央视新闻呢 是我们都可以看到的了 那么我今天还想补充些什么呢 就是说呢 原来呢 中国这个空间站呢 其实就是 一直都是我们不会顾暴自封 我们都不会收藏 我们是很公开的 中国空间站呢 其实是向联合国所有的会员国 躺开大门 就是我们绝对不会排斥其他国家的 比如我们不会像美国那样的 就是美国那个太空站呢 就运作了20年 那么他们都是公然公开地 拒绝中国 去使用这个 或者是参与 美国的太空站的任何的计划 那么美国 在这个大国竞争当中 在地面上的竞争 明目张胆 就是要针对中国 但是它在太空上面的科技发展呢 也是针对中国 但是我们中国是不会就此 是却步的 那么所以我们就自己发展 我们的航天科技 到现在呢 我们这个国际的空间站呢 不是我虽然 我们这个中国空间站呢 已经给它的国际 太空站就是美国的国际太空站 美轮美换 设备齐全 Cyber field 多很多 还有我们是那个发展呢 越来越快 那么所以你美国那个 国际太空站不让我们进入 不要紧要 我们中国自行发展这个中国空间站 但是我们发展这个中国空间站呢 我们是港线其他国家 可以随时加入的 但是当然是有一个严格要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昨天就表示了 其实目前已经有17个的 国家的科研项目 确定进入中国空间站 其中包括瑞士 波纳 德国 等等的西方国家 但是呢 就没有美国 那么就 为什么没有美国呢 其实就说回一点点历史 其实2019年的6月 大概是 现在说的是三年多之前 这17个国家的科研项目 已经是 当时已经是 敲定了 批准了 将会在 中国的 空间站那里一起 有17个项目 这个科研项目一起合作 但是美国方面 他的申报的项目当时也有的 就不能达 达不到中国相关部门规定的技术指标 所以就被他读意 他读意缓外 那就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言人 林西强表示 中国空间站轮选合作项目非常严格 要求这些项目 就是不能够破坏联合国和平 利用太空的原则 这些项目是能够大幅带动 用相关技术领域的进展 还要有良好的工程 可实施性 不能够对空间站 构成威胁 最后要求项目申请方 能够自行承担项目的研发经费 美国作为航天大国 按道理 航天技术应该 处于世界前列 但是 竟然达不到中方标准 那代表什么呢 代表美国在太空领域的优势 似乎是逐渐消失 或者 他们根本 看不起中国 他们觉得中国的空间站 没有了道而已 我为什么要参与这个项目 他自己有 美国的国际 太空站 他自己做得了 但是结果 估不到 相信美国也估不到 过去那几年 中国的航天科技特飞晚进 可以发展 我们不单止在这个 首先 有自己的北斗 全球追踪系统 我们航天方面 射了很多卫星上去 亦都 发展到这个中国空间站 现在 终于变成一个 很有规模的T型组合 好了 所以在2019年 即三年多前 美国 不断 就申报一个项目 好了 你说中国的空间站 港纳其他国家的项目 我不断申请一个 但是他申请之余 就不是重视的 所以给的资料不充足 给的 技术支援 或者是资金支援 也不充足 所以就被中国禁止了 既然你美国这么没诚意 你就不要参加了 你自己就沉醉于 20年 很旧的 国际太空站 还有这个国际太空站 应该是估计2024年 即是后年 已经是不能用的了 可能要停止运作 到时你就大件事了 美国 就算现在也是这么说 美国这个 国际太空站 经常都说出现故障 开始老化 俄罗斯已经退出了 都不去 跟你合作 俄罗斯转去 和中国的 空间站合作 所以 总总来看 还有 我们看到近期 美国 想回到月球 就想射火箭上去 去环绕月球轨道 结果就是 SLS的火箭推迟了 推迟了发射几个月 几个月都搞不定 一时就因为天气问题 一时就因为燃料洩漏 最后就要拿回厂维修 这个可以说 美国的航天 科技的项目 富败50条要重返月球 已经已经变成一个大笑话 国际的大笑话 所以现在 美国的发展 可以说是 故步自封 将他们在地面 所谓大国竞争的策略 搬到太空 其实结果是怎样呢 我们看到 美国 你只会令自己 停止前进 停止上步 那就是 成为一个 所谓孤家寡人 因为世界各国 就已经是很多地方 17个项目 已经是跟中国合作 在这个 中国 的空间站上面 我们都拭目以待 究竟看看 将来有些什么的 令世界 帮助世界有进步的一些发展的项目 或者研究项目 可以在这个 中国空间站可以发展出来的 接着讲下一个题目 又是讲中国的 又是中国说好故事 给个美女大家看看 首先看回这个 盐灵 盐灵是一个中国的生物学家 这个是早期的一些照片 有些baby fact 但是现在他已经是 45岁 反而还更加清秀 而且盐值是非常之高的 他姓盐 但是他盐值非常高 所以他上电视台访问的时候 电视台的主持人就说 盐灵小姐 你的名字是否改错了 你应该改名叫盐值才对 所以跟他开玩笑 好了 我们讲讲发生什么事呢 盐灵 这位博士 这位生物学家 首先看看这个是最近一个的会议上面 深圳医学科学院 盐灵就宣布了 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教席 他不做了 他会决定回流回中国 而是在 深圳创办 这个深圳医学科学院 他将会是做这个院长的 创院的院长 好看盐灵衣服上 跟大家讲讲盐灵的一些历史 那就颜灵二年45岁 77年出生于山东 2000年 即23岁 23岁 就是毕业清华大学 生物科学 和技术系 2000年毕业 清华大学毕业 接着就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分子生物学系 就是获得博士学位 然后就留在当地做研究 就是2007年 不满未够30岁的时候 盐灵就回到清华大学 就做教授和博士新导师 早建实验室 成为清华大学医学院 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士新导师 2012年 就获得 作为清华大学的教授资格 2013年成为 拜以港籍教授 2017年 就离开清华 就回到普林斯顿大学 分子生物学系 成为首位 雪梨 蒂尔曼终身港籍教授 这个是2017年 2019年 盐灵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2021年 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 盐灵的研究是什么呢? 主要是 致力于 跨膜运输 蛋白的结构 和基理研究 在国际上首次 揭示 人员 葡萄糖 转运蛋白 真核生物电压 控制 离子通道 和盖离子通道 等等一系列 重要的 生理和病理意义的 跨膜蛋白的原子分辨率 结构 简单来说 他是一个分子生物学的 一个很顶尖的 科学家 自从2009年以来 他发表一个研究论文 几乎达到接近80篇 其中33篇发表在 《细胞、自然和科学》 这些雜誌 由于他的 科学成就那么高 那么出名 他也是游走于清华和普林斯顿大学之间 做教授 他也是被称为 加上他眼值高 他被称为 清华女神 被称为清华女神 大家都看到 但是盐玲 也有他幽默的一面 盐玲上电视接受访问的时候 那个主持人 就介绍他 这一位就是 我们的很出名的 女科学家 盐玲就说 为什么你会把女字放在科学家前面呢 科学家就是科学家 为什么要分男女呢 为什么特别强调我是女科学家呢 是吧 譬如反过来 你是央视的 主持人 我们会不会说 你是一个央视的 著名的男主持人呢 是不会的 所以如果你说 女科学家 男主持人 这些字眼 其实都是一个 你可以说是幽默 但是也是一个 性别歧视的 一个字眼 所以 这里也反映了 盐玲 他有幽默的一面 好了 盐玲就宣布了 最近就宣布了 在这个2022年的 深圳全球创新人才论坛 那里就说了 他说 他将会全职回国 参与创办深圳医学院 担任首任院长 他提到我的梦想 就是经过我们这一代 几代人的努力 在10年或者20年之后 在世界生物医药的版图上 希望可以深圳 占有重要的一席地位 所以当大家说起 生物医药的大湾区 首先 会想到 就是这个 深圳新的科学学院 所以如果香港的科学家 想到大湾区发展 都可以想一想 如果你是生物 医学生物分子生物学的专家的话 你去深圳 这个科学的 深圳医学科学院 就有机会看到 这个颜值高的颜龄教授 做院长 是有机会跟他合作 做研究 这个就是 我想分享的 另外 我想说 随着颜龄这个个案 越来越多人了解到 其实 越来越多的 海外读书的科学家 和工程师 将会放弃 顶尖大学的 中身职位 或者 大公司的 高级高管职位 回到中国 这个趋势 将会 难以改变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些数据给大家看看 10月底 美国新闻 和世界报道 发布的全球最佳大学排名 中国的大学数量达到338家 美国的大学数量是280家 这是中国大学进入全球最佳大学排名的数量 首次超过美国 而至于在人工智能领域方面排名的前10家的学会当中 有5家是来自中国大陆 包括排名第1的清华大学 而美国最好的那家 人工智能方面 人工智能方面研究学校 就是卡内基梅隆大学 只能够排名第12 而中国在其他科学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 包括纳米科学 纳米技术 最合物科学 工程和物理化学 也有数字显示 2013年以来 中国各类 出国留学人当中 有8成人员已经选择回中国发展 在2020年 有意在中国发展的海归人数 比较2019年增加了33% 而去美国留学的中国大学生越来越少 2022年1月至9月有52,000名的中国公民 获得F1的签证 远远低于2019年 2019年有95,000多 证明越来越来越少人去美国留学 当然是担心美国政府的监控 据有些消息 每10名的华裔科学家当中 就有4名最近考虑离开美国的 这个也是一个大趋势 中国政府也做了很多 支援 也有很多资助的计划 中国的著名大学也有很多计划 比如说 如果你海外的 科研人才回来中国做研究 或者去大公司 做研究 主管 其实也有很多 实验室的支援 研究人才研究助理的支援 资金的支援 这个是地方的支援 变成了 整个发展的蓝图 都做得相当之好 这个 也是我们很高兴看到 中国的发展 无论是寒天方面 或者是科技 人才方面的发展 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势头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 也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石楼台新节目 10分钟看中国 每日用10分钟 告诉大家 中国发生什么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对看 现在很多媒体 比较少说中国的新闻和细分析 而且多数都是说负面的 少有说正面消息 叫年轻人每日抽10分钟 看石楼台新节目 10分钟看中国 就会知道国家发生了什么事 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国家 石楼台 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在互联网 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瀏覽石楼台内容介绍 以及免费试看一些精选节目 多谢大家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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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非常好 谢谢观看